欢迎收看今天7月2号的疫情大透视 先来关心台北市的环南市场扩大裁减 新增加了40亿人确诊 中央防疫指挥中心表示 其中有16个人的CT值 在15到20之间传染力偏高 而这40亿人还没有列入今天的确诊病例 而周五公布有新增57例的本土确诊 其中台北市有29人 是从5月中旬以来 第一次单日的确诊数超过了新北市 病例的趋势还是往下 那不过这些都还不包含在今天的个案里面 台湾周五新增57例本土个案 一例境外移入以及15例的死亡案例 屏东Delta群聚案无新增的个案 这两天在扩大裁减 阳性数依然维持 城市中说是乐观现象 而北市周四晚上市场大型裁减确诊 则不包含在今日的确诊数当中 环南市场PCR裁减 目前得知41人呈阳性 指挥中心表示 不排除会再新增确诊 针对环南设立筛减战 中央河北市府成立联合前进指挥所 依然请医疗应变组副组长 王碧善出任指挥官 而环南再爆疫情 让民众担心是否影响到 七月十二号为解封 全市中坦言 顾好北农是药物 环南市场这波感染源是否为北农 陈时中回答感染源判定上还需要更多证据 同时也呼吁大家担心污名化 区分市场内外人员等等没有异议 重点是面对问题将个案找出 新产海电视 台北环南市场实施大规模的PCR检测 有40亿人呈现养性 累计已经有107人确诊 那么今天清晨的紧急通知 休市三天进行了大清销 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有中央防疫指挥官 陈时中到场视察 宣布设立联合前进指挥所 中央政府派王毕胜 第三次来担任前进的指挥官 总统蔡英文下午表示 这是当前的疫情热区 中央政府全力支援 那么在守住这一波环南市场疫情之前 不容任何松懈 北市淮南市场大衰减 结果PCR验出40亿人阳性 一早除了紧急停业消毒外 指挥官陈时中赶往现场作证 台北市长柯文哲 副市长黄珊珊等人也陪同视察 毕竟影响非同小客 那既然发现了问题 我们就应该积极的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处理问题 所以也跟那个柯市长也商量 那我们两边来设立一个 联合前进指挥所 那共同来面对问题 环南市场七月一号 筛减3300人 市场摊商2800人中 有12名摊商确诊 另外500位是外围摊贩 及搬运工 共29人确诊 2号上午7点多紧急修饰 进行大清销 预计修饰三天 下周二上午才会重新开市 不过在环南市场 也不是里面的摊商 是那些捆工 反正是比较周边的 所以我们大概还要再把 这附近的居民 还要再塞一遍 目前41例确诊摊商 都已渗亡防疫旅馆 加上先前66例 环南累计确诊已破败 不过有摊商质疑 是从北農传染过来的 中央一早也召开紧急应变会议 行政院长苏仁昌要求 陈时中 王冰胜等人协助 落实执行市场专案 指挥中心也针对市场筛检 发送细胞简讯提醒六月八号起 曾到过环南市场的民众 多留意自身状况 新唐人亚特电视 重回摩正如台湾台北报道 我们看到七月二号周五的 台湾疫情快讯 环南市场案是否会将使得台湾 本来警戒降级解封会出现变数 陈时中说已经准备好开放指引 仍然需要看疫情的电话 今天先增加两起确认死亡 比较特殊个案 一名外籍看护 一名爱尔兰籍男子 纯台湾疫苗接种获200万人次 下一波延易纳入公车司机 台湾采购Novavax疫苗 不只透过Kovax平台预定 陈时中说也向原厂洽购 我们再来看到了美国原赠 台湾的250万级莫德纳疫苗 各线市周四周五开始接种 八大类对象 那么台北市今天开始 施打72岁以上的长者 在民生国小接种点陪同的家属说 秩序良好不用等待 那么公路总局也表示 双北市还有基隆桃源 大约有9万多名计程车司机 平台外送员货运业的驾驶 都可以在今天开始来接种疫苗 美国原资台湾的250万级莫德纳疫苗 周四的时候中央已经配发下去 给地方政府来做接种了 那台北市也在周五的时候 开打了72岁以上的长者 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长者 而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长庚医院的接种点 民生国小 可以看到刚刚长者 是随着工作人的引导 到了教室里面要进来 准备来做接种 而现场陪同家属也说了 今天就是没有等待 一切满意秩序十分良好 长庚医院莫德纳疫苗开打 周五会接种近900人 而开打一个多小时 就有200多人前来报到 85岁以上的长者 几乎有一半以上 是要有人协助或者是伦理 所以在这个动线的流畅度 就会跟现在是72到74 今天可以看到 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可以 自己行动自如的 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进到教室后填写单子 获利人员一旁宣导解说 问诊后医师到长者旁 施打疫苗 所有流程都在同一间教室完成 减少人员流动 也提高接种效率 施打后观察等待期间 医师也会向长者提醒 注意事项 原来是说要打AZ 突然疫情严重 大家就强打 我们就轮不到 现在打完身体感觉怎么样 没有反应 我到点来就死了 死了死了 没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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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者夯打莫德纳 不仅报名速度快 预约系统塞车 部分县市更传出开打的现场 人潮满满大排长龙 而周五双北基隆 桃源的计程车司机 平台外送员等 也开始来施打疫苗 新台儿电视 曾一号 曾欣敏 台湾台北报道 中共肥炎疫情影响了台湾的经济 中华经济研究院公布最新数据 其中内需相关的服务业受到了冲击最大 面临比较严重的资金压力 而在制造业方面 学者观察到产业有重复下单 提前备货的情况 而制造业也出现了满手订单 但是产能追不上来的现象 值得留意 五月开始的本土疫情 让店家门口罗雀 中金院六月份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继五月份暴跌十点九个百分点 六月再度续跌三点二个百分点 至百分之四十六 是2020年六月以来最糟 尤其住宿餐饮 零售业 形同重灾区 主要宅经济相关的交通物流 相对较好 大部分业者对未来半年看法相当悲观 甚至面临现金流断裂危机 第一线受疫情影响重挫的住宿餐饮业 实体零售店面 游乐园以艺术导览为主的其他非制造业 六月之上海活动订单 还是持续紧缩 假如说这个疫情 那个病毒的变种 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 那后面的话 那个是可能会对整个经济来讲 是最大的影响 尤其对非制造业服务业的影响更大 学者担忧疫情可能变成常态现象 台湾今年近期 恐怕还得由制造业出口带动 制造业PMI数据来看 六月来到百分之六十四 是连续八个月 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扩张速度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五项PMI组成指标中 新增订单 生产指数扩张速度出现趋缓 这位经济学上的长边效应 反映在厂商缺贵抢贵 航运成本原物料价格上扬 恐怕不是好现象 学者分析Delta变种病毒增加未来不确定性 厂商可能面临原物料价格上扬 如果台湾疫情能够收稳逐步朝向 微解封部分解封 在内需服务产业方面 有机会出现大幅度反弹归声 现在是审慧同 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美国的中国病毒学家 闫丽梦在最近接收了美国福斯新闻的专访 在周三播出 闫丽梦再次揭露中共隐瞒疫情的情况 她也透露她的丈夫已经到了美国 但是是准备帮中共让她消失 叶丽梦举出 中国大陆所有的患者在被诊断之前 都必须有去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历史 这非常的不正常 而福斯的主持人问道 这意思是中国人不会诊断出COVID-19确诊 除非她有去过海鲜市场 严丽梦回应就是这样 严丽梦说 中共意识到病毒泄露之后 就故意让数量庞大的患者 从武汉到世界各地去感染世界的其他城市地区 美国CDC的主任瓦伦斯基 今天周四表示 过去7天美国的确诊病例数增加了10% 而目前全美国大约有25%的病例 是Delta变种病毒已经入侵美国 所有50州以及华盛顿的区 美国疾控中心CDC周四宣布 美国在过去的一周 每天平均新增中共病毒确诊人数 为12,600人 比之前一周多10% CDC主任瓦伦斯基将原因归结于 治后的疫苗接种率和传播力迅猛的Delta变种病毒 随着南达科他州报告发现病例之后 美国所有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目前都已经发现了印度Delta变种病毒的踪迹 本周二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 Delta变种病毒已经占有美国境内新病例的26.1% 在加州洛杉矶 当地官员已经重新规定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 民众在室内都必须戴口罩来防堵Delta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建议民众 无论是否接种了疫苗 都要戴上口罩防御Delta变种病毒 不过美国疾控中心CDC并没有更改佩戴口罩的建议 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认为 由于美国的疫苗接种率远远高于全球水平 CDC建议完全接种者在室内室外大多数情况下 不需要戴口罩或保持距离的指南 应该不会改变 新唐人记者韩瑞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7月2号周五的疫情大透视 我们下周再见